Hello大家好,这里是苏莉 今天要给大家带来一起我自己个人的一些护肤品的分享 其实关于护肤的话 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平时的饮食要清淡 如果你本身的皮肤受损就是比较严重 或者说是痘痘冒的比较多的话 还是要注意饮食清淡 然后少熬夜这样子 是对护肤是一个最有效果的一个帮助 然后呢 如果平时很难避免说一些熬夜的一些情况 如何通过一些护肤品来保证我们的皮肤更好呢 接下来的话我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些 我平时的一些日用的护肤品 首先是这个RNW的一个水乳 这个是那个燕鲜的一个系列 就这两瓶水乳的话 我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快用完的情况了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混油皮 就是T区的话是特别的油 然后U区的话又会特别的干 就是一个比较混合型的一个皮肤 但这个水乳就会特别适合我自己的这个复制 如果有差不多像我同样复制的小伙伴们 可以试试看这一款的水乳 主要是它用起来的话是没有任何的一些味道的 就是你基本上闻不出来它有什么味道 它基本上就没有添加香精 像这样子的 然后的话就是上脸的话就是完全是不会油腻 就是你涂的再多 即使说我的T区特别的油 但是也不会感觉上脸有任何的油腻感 都是非常清爽的一款水乳 然后呢它还本身还有一些烟线胺的一个成分 就是不能说完全就是特别的能够让你的皮肤变得特别的亮的一个情况 你就是经常的去使用它可以让你的皮肤就是看起来的话 会比原来没有那么的暗黄 先给大家来试一下 这个是水 就是流的特别的快 一下子就流下去了 然后质地就是非常的清爽 很快的就可以让皮肤很吸收 然后的话就是这个乳 乳也是我现在已经用的快见底了 这样子 它真的是非常清爽特别好推开的一个质地 然后完全的不会黏很清爽 等到我拍完的话它就会让那种皮肤有一种光泽感 但是你就是感觉不到它是那种油腻的感觉 它就是水水感的那种感觉的一个水乳 就是特别适合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混油皮 然后你如果说你也有平时痘痘比较多的话 这一款也是完全OK的 闻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任何的那些味道什么的 然后上完之后的话 就比如说我平时会用一些 就是比较干一点的那种妆前乳的话 它也不会让你的皮肤就是起皮 或者是感觉像特别干这样子的 它能够做到一个很好的保湿 接下来是这一款一个 那个灵机的特研修护精华乳 这个是我最近入手的 就是我平时有熬夜啊 也经常会看一些就是电脑 然后手机也是会经常使用 现在年轻人都会很经常使用手机 然后皮肤的话就会有一点那种偏黄的感觉 这一款就可以很好地修复一个蓝光的一个伤害 像差不多19 20岁的女孩子就可以开始使用这一款 它还主要是一个抗出老的一个功效 然后它是本身的质地就比较清爽易吸收的嘛 不会粘腻 然后也比较小巧 平时可以带一瓶 如果皮肤发干的话就可以用它 然后它主要的就是可以改善皮肤的一个暗沉 然后提亮肤色嘛 加强肌肤的一个屏障 然后维持一下那个肌肤的一个稳定和水油平衡 然后还可以淡化的细纹 然后收敛一下毛孔这样子的 它主要的一个成分是高纯度的一克多因 它是一个细胞全能防护剂 然后保护肌肤就是免受那种蓝光的一个伤害嘛 缓解肌肤的那个光老化这样子的 像平时经常看电脑看手机 然后熬夜的都可以试试看这一款 这款基本上就是我是爽肤水之后用 然后接着就是涂完这款精华之后再上乳液 这样子能够让皮肤就是水油平衡特别的稳定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的质地 它是很浓稠的一个精华的那种质地 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很浓稠的货锅也是很 但是它也是没有含那种矿物油 然后也是不会让皮肤觉得粘腻 涂上去也是很清爽就无负担的那种 然后它的成分也是非常的一个安全嘛 就也不含酒精啊 然后激素荧光剂等等的 它特别适合我的一个优区的一个皮肤的部分 它就是就比较干燥啊粗糙 然后暗沉无光的一个肌肤的话 都可以去来使用这一款的精华 然后最近换季的话 我那款水乳的保湿度可能就会相对来说差一点 但是我自从配合了这个之后 我的脸脸部的话就是再也没有脱皮的一个情况 所以推荐你们可以去使用 如果就是皮肤比较干燥的就可以使用这个 接着就是这一款珍贵水 相信大家就是都比较了解这一款产品了 经常见到就是法国的珍贵水 它主要是含有一个水阳酸的成分 就是对你脸上就是产生的一些小小的闭口啊 就是湿敷一下的话效果会特别的好 我一般湿敷的话就是用这一款油泥加的化妆棉 然后湿敷几分钟就可以 差不多五六分钟左右 就是你的皮肤会感觉光滑了很多 然后闭口也会消不少这样子 差不多隔几天用一次不能很频繁用 因为含有水阳酸的话 主要还是会比较刺激自己的皮肤 如果第一次用的小伙伴们可以先在耳后测试一下 自己的皮肤能不能受得了这一款 那个水阳酸的那个酸度 还有就是它的水阳酸含量还是会比较少一点的 建议就是初次刷酸的姐妹们可以考虑录一下这一款 然后如果皮肤耐受的话 就还可以再试试浓度更高的 是切记不可以一次一下子就使用那种高浓度的 这一款就是比较露门的可以去尝试的 而且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对于闭口粉刺 差不多这几款就是我现在日常护肤会用到的一些 护肤品这样子推荐给大家去使用 好了那这一期的护肤介绍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有什么关于护肤的问题可以在评论